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符合当地法律 那啥意思呢 就是国内的网络的封杀呢 会更加的严厉 那很多朋友就很难翻墙出来 也有朋友讲说 陶哥准备跟你说拜拜了 没办法 但是在我的眼睛里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你放心吧 当VPN完全被斩杀的时候 当网络完全被封锁的时候 就会有更高的人 更简易的办法 我跟你讲会更简易的办法 突破这堵墙 当他有能力完全封杀掉所有的东西的时候 这个墙就塌了 这是相生相克的道理 在我看来 可能中国就要发生大事了 谁说的 江文说的 跟老佛爷说了 得简便 留脑袋 老佛爷听懂了 江文高兴 马走日高兴 冲出了紫禁城 满天的大雪 喝两坛子酒 一做梦第二天 等梦一醒过来 咔嗒变子没了 不是自个儿剪的 别人给剪的 为什么 要变天了 大雪跟简便是一个意思 简便是想留住自己的脑袋 想把自己的一切改变一点形式 对不对 今天穿西服 明天我穿大褂 就这意思 但是变天 那是天意 今天就是这场景 证明杂志有篇报道 文章听我们这么说 江泽民的侄子吴志明 正在接受内部审查 1月中旬 中纪委五中全会期间 已经被中纪委中组部召见谈话的 首批高官名单中 包括上海市政协主席吴志明 在接受审查期间 他们被要求不准出国 那在证明杂志的评论中直接讲 中南海将最新的反腐矛头 指向现任高官 中纪委有三个大动作 其中一个动作就是为中纪委 中组部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等机构 配合查找涉嫌经济 以及职位等犯罪的高官谈话 让他们主动检查交代 此外有90多名县职和退休高官 正在接受审查 吴志明是其中一个 吴志明曾经是上海市政法委书记 在周永康做政法委书记的时候 曾经是上海市的公安局局长 是江泽民的侄子 什么时间查了 1月中旬 中纪委五中全会期间 12月31号在上海外滩 死去的年轻人把整个上海滩撕裂了一个口子 1月7号在头七这天 韩正承认在上海外滩这件事情 要有自己感到很内疚 很揪心 觉得要承担责任 8号 习近平没动韩正 直接砍了江绵衡 一个星期之后 1月中旬 吴志明被砍 直接冲着江泽民的家里 你看江泽民 在这期间 唯一露头的说法是什么 今年新年的时候 江泽民带着全家老小 到了海南岛 沾水吧 去了东山 准备东山再起 有病 今天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而作为与江泽民对立的一面 在做法上有一个最简单的做法 只要把真相 把过去八九六四之后的真相 功不于众的时候 就把整个中共的江家帮 所培育的二十多年的整体体系 就都可以摧垮 它的摧垮 就是所有的世人 看到了这个制度之下的 整个机构的邪恶 感谢观看 那我刚才说了真相 那加拿大的这个外交电文的解密 揭示出八九六四那天 在天安门广场的真相 在八九六四的凌晨 天安门广场上 坦克将女婴碾成肉将 士兵向学生开枪 在被解密的文件中 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人员 当年曾经录取了一名学生的证言 该名学生记录了他 在六月四号这天凌晨 在天安门广场清场时的 所见所闻 这个学生讲 大约有两百名学生 手挽手围着民主女神雕像 高叫 我们不怕死 我们不怕为我们国家的将来 付出年轻的鲜血 坦克上的士兵用机枪向学生扫射 以及坦克车曾经在广场 碾人及碾过尸体 一名推着婴儿车 载着二至三岁婴儿的女人 母女同时被坦克碾成肉将 这是来自于加拿大 驻北京大使馆的外交电文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多伦多大学里面 就有一个六四遇难者的纪念碑 说实话 它是一个纪念墙 在那个墙上挂着一辆自行车 被坦克碾得扭曲的自行车 来表明在加拿大的人的眼睛里 所看到的那一天 在八九六四那一天 在北京城发生的事情 针对这一段的电文 加拿大使馆当时认为 这个学生的说法大致可信 但可能受到情绪的影响 部分说法有偏差 中共当局过去多年的说法 是当时广场没死过人 做这篇报道的媒体 上星期五向外交部查询 上述加国密件内容时 没有获得回复 而在外交电文当中的 当时加拿大 驻北京大使馆的外交人员讲 我们相信他的描述 大致可信 也符合我们从其他地方 听到的消息的情况 所以我跟大家 可能有人还不太认可 说八九六四开枪 你给我证明 让我 让现在的人去证明 八九六四在天门广场 是否死人 是对你的侮辱 听懂吗 八九六四 真相是被共产党封杀的 要明白这道理 杀人的是共产党 是共产党的军队 下命令的是共产党的当权者 对吧 今天 你翻墙都翻不了 容易卡了你的卡不当 撕了你的卡不当 也是共产党 当人们冒着风险 把这样的真相的 可能是真相的内容 披露给大家伙的说 你说让我去证明 那个是假的 你侮辱你做人的灵魂 安邦事件成为了国内大的事件 我个人的看法 后面习近平要抓的人 王岐山要抓的人 是谁因为民生的CEO被抓之后 姓毛的 而民生的CEO被抓是因为 他与令计划的关系 结果骤然转向到安邦这件事情 当去炒弄安邦这件事情的时候 真正背后的人 那个人 是个关键 就是说 把矛头不在民生上 而在安邦上 而在安邦本身的目标是谁 红二代 更多的人是分不清这个概念 就跟着忽悠 忽悠对也好 忽悠错也好 我们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红二代跟安邦切割 财新网报道说 安邦董事长吴小辉 与邓小平的外孙女已经离婚 财新网代表了王岐山控制 这个时候 他出现的什么场面呢 包括这个朱云来 这个朱镕基的儿子 也表明跟安邦没关系 陈小鲁说 我只是站台 我什么都没碰过 陈小鲁也讲 是因为吴小辉 曾经在他的公司里打工 讲述了这个概念 鲜明的特点 红二代都跟安邦脱节 红二代自己站出来 跟安邦脱节 目的是什么 不给习近平添麻烦 不给王岐山添麻烦 那谁把这话说出来的 谁把这个舆论扭到这个方向的 就是今天打击今天主政的人 南方周末就安邦集团 红二代背景的报道致歉 我相信是跟这个背景有关 但南方周末在报道的内容上 是不是真的 很可能是真的 那致歉的原因 就是因为在这个背景之下 用真的事情又等于是给今天主政的人添乱了 南方周末的身份 南方周末在社会当中的声誉 带来了影响 所以他道歉 是为了不给今天主政的人添麻烦 受到的压力 肯定是从 很可能是从现在主政的人 这压力来的 而当人们把热情放在红二代的时候 身上的时候 这就像这个时候的被打的红二代 就像当年的令计划 再次成为江家帮的肉盾派 场面是这么场面的 所以我跟大家说过 各自都在保命 客观的结果 撕裂了中国共产党 就是我刚才讲的 当这堵墙 大家都翻不出来的时候 你就别翻了 蹲在那儿 喝杯咖啡 小母哥一桶 塌了 变天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